字幕提供 現在發行是方便很多的 即是有了電子、媒體 不是…每一樣東西都是 只有更加難,不要說更加遠 不會吧? 現在外國高中人開始自己拿完飯 不讓那些大公司 不過也是的,只是那個道理 你是一住和一舊的分別 你一住,根本電子都沒有分別 即是你說的那些 你有理想的一塊半塊 自己個人這樣還可以 它不是一個生意 你說突然跟你,好像要九把刀 台灣那個 對 兩千兩萬台幣,五百兩萬 一聲,十一億 十一億,十一億 而且這些永遠都是這樣 例如我們倆自己付錢的 想著煲煲粥 周星馳打來了 這樣就行了 拍戲嗎? 要不要錢嗎? 不用了 這樣就說 別理他了,我們自己賺光了 對嗎? 我們當時有多少人和我找 對 合錢在你身上 聽說你的電影有很多明星 對 我們心想 現在才來合遲一點 好,那就事到復合了 對嗎? 好,接著兩個人去 賺便宜、賺錢拍 對,得做喜劇,那個賺到銷 別人以為我們去街上買東西 杜先生,你去看房子 看什麼房子? 你最近去發吧,得做喜劇 市民以為… 你以為你三千萬就是你有三千萬 打工,還要是便宜了 所以就是這樣 不是,賺了名字 這很容易 不過也是 是的 即是你沒有生意 看守就沒有壓力 這是劉慧強教我的 就算你爛仔 極得一個藝術工作者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做回你自己做的事情 生意還生意 不要一直打工 一直做那一檔生意 你可以開電影給別人拍 但你拍電影的時候 就盡量純粹打工 做什麼都是 我想要集中 對 尤其是電影 電影是一個這麼高危險的行業 對 他說全世界最… 冒險最高的兩個行業 一個是炒金 對 一個是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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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那次阿九八刀來手 還沒找我 那我就輸了給他 我輸了給他 我送了一個廣告給他 廣告給他 他說我說你拍電影給他 你看看賣多少錢 二千萬 二千萬 他只是很少錢 對嗎 他說我用二千萬 我希望賺回二千萬 你怎樣賺二千萬 我就跟你打賭 總之他贏到開行 我跟他說 那個道理也是 我說你一部電影 你完全是沒有歷史的 我怎樣投資先 第二 一部電影我投資你做什麼 你就是碰銀電影 碰銀電影 碰銀電影 下巴銀電影 碰銀電影 但是你不會不是 你現在跟公司 你現在是做了的 你跟著 我以後的十五部電影是我投資的 十五部電影 可能我有兩部電影被我殺中 那我就贏了 如果我只是投資你一部電影 你喜歡找我一部電影 一定會死 即是你沒有那個Leverage給我 你沒有那個Leverage我沒有贏的機會 你只賭一局 現在叫你入賭場只賭一局一定會死 不是我賭很多錢 我慢慢賭一晚 運氣好我就賺大一點 運氣不好我就等 我有機會贏 賭場也多數會輸 但電影比賭還要賭 不過這個合約就要小心 因為分分鐘可能你簽他15部 要他後面給你 他這一部還要輸14部 很多這些人 不是 你要扣著他多少錢一部 還有你開到第二部見不到